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个模式不仅仅要减碳 还要同时增加国家收入 而这主要包括三方面 能量消耗模式 生产模式 以及消费模式 要注意的是 所谓的推动低碳经济 就是只在这三方面逐步进行改变 走向减低排碳 增加收入 而不是一坛之间把最完美的低碳经济体制变出来 首先 我们看能源消耗上的转型 我们总以为能源转型很昂贵 但是事实上它可以很便宜 印度推动低碳能源 在部分地市改用甘蔗渣进行生物发电 结果反而节省了9亿美元 还成功减碳550万吨 各位 生物性低碳能源技术不难掌握 泰国大学能够木属发电 巴西也能够甘蔗发电 制造成本既便宜又值钱 经济考量怎么还是最大阻力呢 反过来看 为什么除了印度 其他国家都落在后头呢 美国的科技资源都遥遥领先 可是因为害怕石油公司反对 影响政治现金 结果总是一拖再拖 其他政府则因为觉得不能带来多少政治利益 就把这个工作隔职一旁 各位 这种政治考量不是主要障碍吗 各位 经济考量 我们钱不够用 推动的规模大可以小一些 速度也可以慢一些 政治考量却让这些国家连开始也不愿意 哪一个才是主要的阻碍 不是很明显吗 其二 我们看生产形态 汇丰银行就指出 推动低碳生产将延伸新的行业 营业总额达到了5340亿美元 反而给经济注入了新生命 斯特恩报告更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现在花1%的GTP来推动低碳生产 在石化能源枯竭 生产环境严重化时 我们可以避免每年5到20%的GTP损失 各位 按照经济考量 我们不是应该要马上投资 推动转型 确保经济持续性发展吗 可是为什么这些国家 眼前只有政治利益 银振持渴 真正的原因是 现在投资低碳生产 只有在未来10年至20年后 才能看到封锁的成果 没有一个政府愿意 让自己成为最高花费的政府 让未来的接班人白白收取好处 各位 这种不顾经济长远好处 只顾及自己任内政治利益的考量 不是最大的阻力吗 其三 改变消费模式 推动低碳消费 政府只要制定政策法令 调整税务或者奖赏制 让普罗大众改变生活习惯 我们就可以走向低碳消费 交通工具碳排放量 占全球的14.3% 法国政府通过征收绿色牌造税 人民选择汽车就从高容量转向低容量 结果转向公共交通工具 结果是每年减少燃烧70吨燃油 各位 法国成功了 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跟着做 因为提高税收 人民会不高兴动摇选票 冷气调得太冷 是都会高排碳的主因 单单看中国 只要政府利用奖赏制 让每家空调都调高一度 三个月内就可以减少碳排放量 330万吨 这些方式又有效 又不影响经济 为什么各国政府不效仿 各位 这种政治利益优先 不愿意承担政治风险的态度 不是政治考量是什么 各位 经济考量最多影响 推动规模的大小快慢 政治考量却决定了 会推动与否 那一则是更大阻力 一目了然 谢谢 谢谢政方的议辩 我们如何达到这些成果 我们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障碍是什么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应该要谈的 大家如果仔细听听的话 要不要从头到尾没有告诉我们说 什么叫做政治考量 要不要唯一的政治考量就是 我们考虑人民的选票 可是要不要这个还是流于表面 如果我们再深入而想一声的话 人民的选票是如何投给一个政党的呢 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生活水平 没有办法被满足 是不是因为税收太高 还是政府限制我的生活 不能够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导致我的生活水平 不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对方北友 请问这个也叫做政治考量吗 所以人民是基于经济考量 才做出最后的决策 对方北友是不能够 因为参与有关系到政治体系的关系 或者有政治人物的介入 才告诉我们说 那个就是政治考量的 所以对方北友 这是流于表面的说法 不能够再待会儿来谈 所以回到客观的现实当中 低碳经济是以各种高科技作为辅助 从而达到低耗能 低污染 低排放的 以取代过去高污染 的传统经济体制的一种新经济模式 在推行这种新经济模式的时候 遇到的阻碍 除了地方没有刚才所说的那一些以外 还涉及了庞大的研究资金 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就业率 以及一些企业无法改变过去 高排碳的传统经济模式的旧观念 所以我方今天认为 低碳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 源于经济考量的原因有二 第一 新性低碳企业缺乏资金 进行更多的技术升级 也许大家会认为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私自利 导致技术无法交流 科技无法进步 最后我们的低碳经济无法达到 如果大家保持着想法的话 是错的 因为那个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想法 现在我们看见欧盟已经输出自己的技术 日本也现在在自主研发自己的环保科技 所以现在的他们已经从政治上面 愿不愿意做的行为 转向去经济云不允许 他们有这样做的行为的时候 经济考量才是最大的 我们来看看 美国主要低碳再生能源技术 都掌握在美国垄断石油企业的手中 就像对方刚才所说的一样 为的就是保护了自己的企业利润 不会被新性的低碳企业所挑战 所以是利润的问题 低碳企业没有雄厚研究的资金 新性低碳企业没有雄厚资金 他们只能永远停留在幼稚的阶段 停滞不前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英国工业联合会也无奈地表示 除非他们在筹集1500亿英镑 这个天文数字的资金 否则要落实混合能源措施 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永远只能是天方夜谭 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 高排碳企业都在打压低排碳企业 新性的低碳企业 他们因为紧缩的预算 牢牢地扣着他们的预算的烟头的时候 无法到技术升级 所以更大的阻力来自于经济考量 第二 各国既定的产业和能源结构模式 无法得到改变 以煤炭为基础的中国工业 只有在08年经济衰退的时候 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减排 全国仍有77%的电力来自于火力发电 纵使它再大量的开发 风能 太阳能 他们都是建立在这些高排碳的工业基础之上的 俄罗斯 印度 依靠他们国内雄厚的天然资源崛起 成为21世纪的新性经济大国 正好与低碳经济要求的减排概念背道而驰 还有更多中东 阿拉伯 非洲的国家 等等与石油化学工业起家的国家 他们可以在政治上与世界其他国家达到妥协 达到政治上面的共识 削弱了他们政治上面的顾虑 可是回到去他们自己的国家 他们要放弃自己的天然优势 与世界各国竞争 他们更加考虑到国内人民基本生活水平 引起经济的倒退 导致国内的贫困和社会动荡不安 经济顾虑才是他们心中最大的考量 谢谢大家 谢谢返方的意便 林诗豪同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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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